很香 它是浓郁的那种就是肉香 我跟你讲哥姐嘛 没有那种 你们知道 像比如说喂饲料的那些猪 它是有那种臭味的 新臭味的 但是这个没有 我们全部都是 我自己还用红薯还有玉米来喂的正儿八经的土猪给你们上的 知道吗 我给你们上了哈 没有几单 哥姐们很多人说贵啊 贵贵 我跟你们说啊 然后不是说贵哈 一分钱一分货好不好 然后你们在外面买的那种什么饲料猪的腊肉 它也要五六十吧 对不对 还有刚刚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说 我在外面买的话七八十一斤是不是啊 但是你们知道一头猪像这种五花肉 它只有就是只出了了三十多斤 熏干了过后才只有十几斤 所以说为什么在我直播间 我今天能给你们就是这么划算的价格 因为很多哥姐们叔叔阿姨们是小小的就是说家人朋友 像我这种品质的 我给你们这个价格我还要给你们包邮 比如说快递费还有包装费都是我自己承担的 你们那里才十八块银金啊 那你就买十八块银金嘛 没关系了 哥姐们好不好 接受不了这个价格你就去吃那个吧 对 还有最后的三单 切开来看一下 我这个我现在就不给你们切吧 等一下我那个我去切一斤一斤的我切给你们看 好不好 我切一斤一斤的切给你们看 因为我现在我马不准 我要我还要撑一下 撑了我才知道这个大概有几斤 应该大概有三四斤左右这么大一块 看得到吧 这么大一块 懂得 懂就吐出肉 吐出辣肉的都不会觉得贵 你们家里如果有小孩子 如果有小孩子哈 或者说有老年人 平时吃那种腌的那种很腌很腌的那种辣肉吃不了的 你们可以买一点小小这个马一斤回去试一下 没有很浓郁的那种腌味 因为我全部都是用那种青钢木就很香的木头来给你们熏的 你们想要肥的 你们备注肥的 想要瘦一点的 备注瘦一点的就可以了 你们看这个蓝天他说的 他说外面都是卖七十以上的 对 你背带干啥给买 买七十九块钱钱 然后无论你买五十九块钱钱 他就不要买了 土猪肉本来就很贵 像我家土猪肉没有喂饲料的 三千都扭到 都要卖七十块钱一斤 可能这一块的话 可能你拍个三斤的话就差不多 如果你们想嘛 哥哥姐姐 最后两单没有了 很多地方卖什么十九块九 十多块钱 腊肉十斤才能熏出三四斤 本来他这个东西熏出来也掉秤的 因为干了 里面没有水分了 你们去 本来毛猪嘛 像这种土猪肉 毛猪都要二十多 你们怎么可能买到十八块钱了嘛 这些东西是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 你们不要去买那种 哥姐们 我觉得你当小丁子自己人的 你们相信我一句话 不管你买不买 小小的 没关系 哥姐们 但是最起码一点哈 你们不要在外面买什么十块啊 十几块二十块的腊肉来吃好不好 因为这吃到肚子里面的 嘴巴里面的 对 然后你吃了 你也好 家人也好 对不对 都是不健 那个不健康的好不好 对 我是我受的二十五一斤新鲜的 看到吗 每个人的 你们 你们不要贪小便宜 最后一单 我不要买了 还有最后一单 这个五花都还有 对 最后一单没有的话就没有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吧 你们一直都在那个说那个香肠 因为我们不是 想想我没有 我没有拍他杀猪的视频啊 因为不是说很 我要看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 如果说我来的话 他杀猪我就能拍到 如果说没有 因为我们是记录生活 香肠不要买 香肠就做冷点 这个应该是 他杀猪不断卖 他杀猪 你让他们谁卖一点吗 你吃什么吗 你关键是香肠没有 人家要卖完然后出去上班了 他要去上班 你去吗 你你你这个香肠给我留在家里面 我不行啊 我我我我全部拿来卖完算了 都有哥哥姐姐们想要的 他想要他们买呗 我 我 我们这个自己的 我们只来丢刀子跟我 香肠你们有没有想要的吗 香肠有没有想要的 这个是不辣的 不辣的哈 全部都是我山上自己讨的那种山里面的那种就是说 那种小花椒很香的 那种小花椒来灌的 用正儿八经的三线五花 还有后腿肉 精品的后腿肉 然后来灌的 知道吧 哥姐姐们 而且我跟你们说 你们看了这个颜色啊 七分瘦三分肥 没有什么灯光去打的自然的颜色 对 七分瘦三分肥 看得到吧 老年人小孩子都可以吃 就是正儿八经山里面那种很香的那种小花椒来灌的 然后全部都是真正正儿八经的那种新鲜猪肠衣 然后给你们灌装的起来过后 扎孔 然后你看 已经跟熏的很干了 而且非常香 这个香肠是真的很香 哥姐们想不想要 想要的抠一 这个只有五斤左右 香肠不肥 七分瘦三分肥的 看到没有 如果说香肠全是瘦的话不好吃 它是用正儿我是用正儿八经那种就是三线五花 还有后腿肉 后腿肉 你们知道猪屁股 那个猪的猪屁股上的那坨肉是特别特别精道的 都是选的最好的 对 对 然后来灌的 然后来灌的 非常好的 山里面的正儿八经那种小花椒 小花椒很香 然后少量的罐装进去了过后 用新鲜的猪肠一罐 看到没有 又香 拿回去了过后 像这么一小根就可以切两盘 你们马上中秋节了 拿回去这么一小根切两盘 我跟你讲哥姐们食人一桌 真的很香 一人夹几片来吃 对的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小小自己家演的这种土猪肉 然后自己熏的 这个味道是什么感觉 可能和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哈 我给你讲 香肠补多比较蛮 有肥有瘦 想吃肥的 你们到时候备注肥一点 想吃瘦的 备注瘦一点就可以了 想不想要 抠了一个 各位姐们准备好了哈 今天香肠 因为在我这里不多 我这里你们看到我照上的香肠也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还是这样吧 我给各位姐们想要一斤的 你们就拍一斤 想要两斤拍两斤 想要三斤拍三斤好不好 就是下面那个链接 下面那个链接 今天我给哥哥姐姐们 我给哥哥姐们 你们准备好了 就这个香肠看到吗 有肥有瘦的 给你们直接 你们在外面买八十几九十几的 今天在香肠直播间哈 土猪肉啊 土猪肉正二八斤土猪肉看到吗 人家六十 人家外面那个卖一百多的 六十九块九 直接给你们上 哥姐们 六十九块九 这个只有五单啊 多了没有 六十九块九 直接给你们上 看到了吗 七分瘦 三分肥 你们知道 就是说一枕头猪 他屁股这里哈 他的后腿肉本来也没有多少 我是用这样的后腿肉和他这边的 腰上的这些肚子上的这些五花肉 然后选的里面好的 然后剁碎了过后 再用山里面的那种小花椒 然后灌的 知道吧 哥姐们 你们想要什么那种羊肚菌啊 这些等一下让小小把辣肉卖了给你们上 这是不辣的哈 哥姐们不辣的 所以说小孩子 原味的 原味的 小孩子老年人都可以吃 这是原味的 小孩子老年人都可以吃 知道吧 看到了吧 七分瘦 三分肥 有肥有瘦的 你们想要肥一点的 你们就拍肥一点的 想要瘦一点的 你们就拍瘦一点的 好不好 哥姐们 叔叔阿姨们 看到了吧 你们那个山货那个羊肚菌卖了金正 那个羊肚菌啊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鹿绒菌是不是啊 鹿绒菌稍微等一下 好不好 鹿绒菌稍微等一下 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样子 来 最后四单 最后四单 没有的话就没有了 七分瘦 三分肥 全部都是我正儿八经山里面去找的那种小花椒 小花椒 然后给你们灌装的 拿回去了过后 这么 就这么根 这么一 这么一根 拿回去 我切开看一下 你们等一下给你切 拿回去洗 洗干净了过后 然后给他煮 煮个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切成薄片 很香 来 最后三单 我跟你讲 哥姐们 你们到时候或者说炖一点那种 你们你们平时爱吃的那个小香菇呀 或者说笋片呢 这都可以很香 萝卜呀 或者说冬瓜这些香的不得了 跟你说 知道吧 哥姐们 这个看着烟熏的很香 对 非常香 用自己家里面那种青钢木 然后给 就是我自己去找的那种青钢木 香木头 然后给你们熏的 你们要买了 好了 你要跟我流流 总球几本要松滴吗 所以说小孩子 老年人都可以吃 来 还有最后三单 哥姐们 他嫂子说他想留着自己吃 还有最后三单 你们把它拍了 好不好 把它拍了 不要让他嫂子留着自己吃 没有那种浓郁的那种烟熏味哈 没有 买了 买都买完了 买皮买 买了 买了买了 是吧 买到过后就大概三到五节 有些时候是两三节 三五节 三 反正就是三节 一斤的话两节吧 只有可能 没有 我看你这么大 有些是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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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灌的不一样 来 最后两单 哥姐们 灌的不一样 这是小小自己演的 然后那种农家土 土猪肉哈 然后自己熏的也是 然后用的什么 然后是百仙 那个百仙枝和那个青钢木 熏的 然后特别特别的香 哥姐们 然后没有品尝 没有尝试过 我们这边辣肉呢 你真的可以试一下 好不好 你们肯定会回购 你现在看到吗 特别特别有食欲 特别真的非常有食欲 拿回去包括你们 送亲切 送亲切 来 最后一单了 最后一单了 送领导都可以 不辣的 哥姐们 看到了吧 非常的香 好的 好的 马上中秋节了 拿回去送一点你的爸爸妈妈 真的很香 这种中二八九的土猪肉哈 哥姐们 所以说小孩子都可以吃 没有很浓郁的 来 最后一单 没有就没有了吧 这个哥姐们 这个香肠 你们还想要什么 有没有想要什么猪脚 这是什么什么 这什么什么 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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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什么 这 后腿肉吗 对 这个后腿肉很好 这个后腿肉是你们现在在外面市场上很多哥姐们 好的 给你们烧 好好 那谁要给你们烧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 你们 你们拍了肉的 我让他给你们烧 而且还有一个 我跟你们说一下哈 还有最后一单 那个 香肠 他嫂子想留着吃 熏好的 然后你们给他拍了还做的 我就不带你吃 让开 好 哥姐们 来 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后腿 你们现在在外面市场上很多哥姐们 买到很多哥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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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我就不带你吃 让开 好 哥姐们 来 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后腿 你们现在在外面市场上很多哥 要不然很肥 要不然很瘦 但是我给你看一下小小这个品质 看得到吧 七分瘦 三分肥 才正儿八经的好的后腿肉 就是猪屁股这猪蹲子上最劲道的这一团肉 很多哥姐们买鲜肉都要买猪屁股上这种劲肉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后腿肉 看到吗 全部都腱子肉 因为小小的猪全部都喂红薯 喂 喂玉米的 所以说没有喂过四量 你们看我这个瘦肉劲不劲道 哥姐们 就看 给你们看 看到吗 全部是熏了好几个月 熏的比较 透的 拿回去 包括你们可以做做一个腊肉饺子 然后腊肉粽子 或者说腊竹筒饭 都可以很香 或者说拿回去送亲戚 送朋友 送领导 你看我这个后腿肉 八不八是吗 哥姐们 七分瘦 正儿八经的七分瘦 三分肥 到时候你们收到家里过后 我全部都要给你们烧过皮 我这个皮哈 你们看到吗 很多哥姐们在外面买那种饲料猪的那种皮哈 我跟你讲 他就不会去熏的很干 就是那种很劲道的那种 但小小这个看到吧 我这个猪皮看到都是那种 就是软糯有劲道的那种 因为小小这个全部都是自己家吃红薯玉米的土猪肉 准备好了 还是给你们一斤两斤三斤的 你们要拍几斤自己去拍 今天一斤一斤的也给你们发货 我自己切好给你们发货 直接给你们在外面 你们都要买到70到80块钱 一斤的后腿肉 今天再起来的直播间 59块9直接给你们上 后腿肉也卖 对 后腿肉 后腿肉现在在外面 我跟你讲 抢手的很 为什么 现在大部分 包粽子 或者说 来来 好 碜牙 对 现在面硬 给你们一下 我就可以用这个 正面的不一窍 好 一斤的